大家好 我是海苏 今天海苏和大家聊一聊 这几天最热的一个视频 就是在无锡的高速公路上 有一个车主被一台试图加塞的特斯拉 三次逼停 而最后一次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事件 就是说在车主他在上杂道的时候 那么有一台特斯拉 通过边上的运气通道 试图强行加塞 然后他和前面车主都没有让 没有让 那么之后的话 这个特斯拉反正就抄到他们前面去了 在速度不快情况下 两次试图逼停这个车主 实际上也逼停了 对吧 因为那道很窄 但感觉好像还没有解恨 所以在史上正常的高速公路之后 时速达到100到120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个没有太多车的一个路段 这个特斯拉直接一脚急刹车 因为特斯拉的这个刹车性能非常好的嘛 那么索性的后方这个车主要应对非常准确 就是说让速不让到 就是他直接踩了刹车 哪怕呢面临追尾的风险 他也没有急着打方向 直到车速降下来之后 在可控范围内的时候 他才打方向进B了 从这个最后一次逼停的这个环境 和这个后车的应对来看 我感觉如果后车没有经验 在高速下面急打方向的 那我们知道你要在100公里时速下面 看见前面有个障碍物 然后急打方向的后果会怎么样 后果是后车有可能会直接翻出高速公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面 装一个行车记录仪的原因 索性的话呢 这个案子的话呢 得到警方的高度重视 对吧 马上的话呢 这个无锡警方据说 已经传唤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车主 至于这个事件最后会怎么定性 这个呢 我们等待警方最终出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事件呢 还是仔细看了一下 首先我对比了一下这个加拿大的法律啊 那么这种行为呢 他已经不属于交规管辖的范围了 他属于危险驾驶 或者说呢叫做犯罪性疏忽 就是我没有办法证明你是主观的啊 这个恶意的去做这么一个集庭 但是呢 你的后果呢 可能是犯罪 达到犯罪这个级别了啊 大家注意啊 你在公路上开车 并不是说可以拿交规作为挡箭牌 免除这种严厉的这个刑事的处分 事实上在加拿大 你这种犯罪性的疏忽 同样可以让你怎么样 让你坐牢 刑期可以长达十年 但前提是这个要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么这个事件呢 目前来看应该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是呢 就是说呢 从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这个主人 对吧 就是后方这个车子的车主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他会把自己放到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 也就是说本来是开心出去对吧 出去旅游的 为什么会导致自己在高速公路上被人恶意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狙击吧 对吧 恶意的狙击 如果他应对不当的话 当时他在100公里看到前面突然出现一个紧急障碍物 打方向的话 那可能现在就已经躺在医院的啊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于 呃 就是说欢呼鼓掌 警方的这个 及时采取行动了 对吧啊 这个所谓叫恶人有恶报 我们更应该怎么样 要防止自己遇上这种恶人 那么海苏呢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 视频的前段 我发现问题出来哪你知道吗 就是说当这个后方的这个车主 他在特斯拉试图加塞的时候 他没有让人家 其实这一点的话呢 并没有怎么样 让对方激动起来 没有引起怒怒症 但是呢 他在第二次 大家仔细看啊 看这个视频 就是说这个大力道在排队嘛 等了很长时间 然后呢 前方的车子怎么样 移动了啊 移动了 而且移动距离蛮长 从视频上来看 可能移动了有10米这样的一个空档出来 这个时候呢 后方车主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在边上准备加塞的特斯拉怎么样 他就试图 这个加塞了 并且呢 他的车子怎么样 已经移到了这个后车的前段啊 他不是从后方突然杀出来的 而是他已经移动了移动到前方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后方这个车子突然好像醒悟了 然后呢 一脚冲上去 怎么样 把人家的路给堵住了 而且差点就撞上了 差点就撞上了 那么看过这个之后 大家可能开始品味出一点味道来了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车主将他一开始 第一次特斯拉想加塞的时候 不要说那样 凭什么让你加塞 那行 那你就认真真跟着前车 一直跟得很紧 人家呢也就放弃在你的驾驶 他给你找后面的 对吧 那么既然你出现了这个走绳 对吧 没有紧盯着这个 没有全神灌注在前方车上面 那么现在让出了这么大一个车道 那么人家想从你这边加进去 你这时候应该怎么样 应该呢 适当的让一个 因为你这个时候 在人家已经发动之后 对吧 你再从后方突然窜出去 这本身也是一种危险 驾驶式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行车上路的时候 除了遵守交通规则 二一个呢 还一个就是我们教练都会 跟我们讲 文明驾驶 文明驾驶 在人家车子已经启动的情况下 即便你占你对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讲的好 叫占你让三分吧 占你我也让你三分 对吧 这样呢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那么我们开车上路对吧 当你发现有一个人 不愿意遵守交通规则 驾驶行为不够文明的时候 你是应该躲着他 还是去惹怒他呢 所以我觉得作为观众也好 作为这个事件当事人也好 其实呢 我们应该力求去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毕竟这个世界上各种人都有 人呢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好人 他也会有急躁的时候 会有各种额外的压力的时候 没必要成为人家爆发的一个 倾斜的一个对象 大家说对吧 事实上的话呢 这个后方车主 他如果对这个加塞人不满 对吧 那么他正确做法并不是直接怼对方 而是应该让对方放大先走 然后呢利用自己怎么样 拍摄这个视频 然后进行警方投诉 事实上呢 在西方的话呢 哪怕你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这种视频 对吧 你一样的可以打电话进行投诉 这就为什么西方这个路上面的这个 摄像头 没那么多的原因 因为每一个驾驶员 就相当于这个活着摄像头 他一旦看到有交通违章行为 他就会直接打电话给警方 而不会自己怎么样 而不会自己开车直接去干预 这也是西方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文明的原因 就是说他有矛盾 他不希望你直接互怼 你知道吧 他希望你交给警方 或者报告给这个政府 让政府安排人去处理 这样的话呢 你连投诉的人是谁 你都搞不清楚 最常见就是邻里关系 比如说在西方很多年轻人喜欢 在周末的时候 或者晚上搞大的party 在自己后院 这样的噪音呢 会可能会吵到周围的邻居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跑去邻居那敲门 说你们能不能早点结束啊 能不能声音低一点 而是应该怎么样 而是应该打电话给市政府 或者打电话给警方 让警方派人怎么样 去通知对方啊 如果他不敢啊 甚至警方会直接给他罚款 而且他他被警方这样处分以后 他都不知道是谁投诉的 那这样的话 大家邻里之间相处怎么样 就自然会很文明 虽然你知道是邻居投诉 但是周边那么多邻居 你知道哪一家呢 你不知道啊 这也是这个西方 有一种成熟社会管理的模式 那么在中国这一招 管用不管用呢 我不是很清楚啊 但我相信呢 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那么 不管目前达到这个阶段没有 大家都可以努力的 按这个模式去尝试 对吧 那么在中国这样做 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呢 欢迎大家啊 这个留言分享 你自己的看法和经历啊 好这就是海苏 关于这个事件的一点思考 那么我的微信是 tustody99 欢迎大家加海苏微信一起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希望你能关注我的频道 点个赞 留个言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